大家好,我是那個阿高 今天是2023年7月16日 我們溫山排練的筆記 因為今天比較趕,所以沒有全部的表演者都有給到筆記 首先有幾個比較技術層面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麻煩所有的人都要準備帶牌的道具 然後這個帶牌的道具它主要就是以這個東西跟你到時候演出的道具的形象越像越好 如果你是拿葡萄的人,那你可能就是用捧的嘛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你的包包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拿保健的人,那你就拿雨傘也可以 然後盡量找類似的東西來當帶牌道具 帶牌道具有幾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次我們跳芭蕾舞劇,它不單單只是跳舞的部分 它還有很多戲的部分 然後還有很多跟道具之間的跟物件之間的關係 所以在排練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慢慢熟悉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以幫助你的表演更多 不會好像你一直在抱一個空隙 然後你也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那你有這些帶牌道具的時候,你會比較好想像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層面是 你要開始記得你的這些道具Preset在哪裡 左舞台右舞台 還是它是在誰的家,誰的桌上等等 然後在排練的過程當中就開始熟悉這些東西 等到真的有道具進來的時候,你才不會手忙腳亂 我個人的經驗是,你準備你自己的 你盡量不要等到劇團、舞團把東西伸出來了之後 你才開始用 你先準備好你自己的,然後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你什麼時候哪裡下場 然後東西在哪裡,然後Preset在哪裡 然後如果今天這個道具是有很多人一起共用的 那你可能不是第一個拿的人 那也許你就必須要去追上一個人拿的是誰 是誰交給你的 然後他交給你的 演出的時候也是,演出前也是 就是你要先確認說 那個東西最一開始會在哪裡 然後是誰拿的 然後你等一下也會用到嘛 所以你還是得要把這個東西給理清楚 然後這個事情可以早一點開始做 然後因為等到你進劇場之後你會更忙 你還要化妝,你還要換衣服,還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個人以前的做法是 我會自己準備一個小小的note 告訴我,告訴自己說 我左舞台,我這裡要Preset我的包包 右舞台,我要Preset我的拐杖 然後我的鑰匙是我一開始就要放在我身上 等等之類的 那這件事情沒有人可以幫你 所以這個是你一定要自己做的功課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那個帶牌道具啊 他越有細的那個帶牌道具 他盡可能的要有稍微多一點的細節 例如像是公主他要把項鍊給吉塞爾這一段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戲劇動作 那他有一個解開項鍊的動作 所以公主也許他在找帶牌道具的時候 他就算要有繩子還要打一個結 因為這樣子排練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那個解開繩子 然後把項鍊交給吉塞爾 再幫他綁上繩子的這個過程 不然的話現在很容易 有時候會覺得我好快喔 怎麼一下就過去了 可是當這些 這些跟道具之間的動作是有細的時候 他就會好看 你根本也不用去想說我要演一個什麼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是 五者都有一個很厲害的天性 就是大家會排排站排得非常漂亮 可是要記得在吉塞爾的那個村莊裡面 貴族是貴族 村姑村夫們是村姑村夫們 所以不會那麼剛好 也許你跟這個人很熟 可是其實你們現在的角色不一樣 所以三三兩兩的 然後參差不齊的 不然的話每次你們只要一到吉塞爾那邊 排一個超級無敵漂亮的一個半圓 這個漂亮的半圓 其實看起來本來是突兀的 然後 隊形的這件事情 它就會反映在 你可以想像你跟這個 吉塞爾的這個村莊 不是說你都跟吉塞爾熟啊 你可能跟吉塞爾很不熟 那你也許就會離他遠一點 或者是你們哥們感情比較好 你們兩個站比較靠近一點 但是參差不齊一點 然後不要全部的人排成一個 漂漂亮亮的半圓形 這樣就好了 然後群戲演員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們是讓所有的台上的調性 呃 出現非常明顯的 一群 重要的人 今天我們會看到那個吉塞爾悲傷 絕對不是因為 吉塞爾有多悲傷 多難過 而是旁邊的人的反應 使得他看起來更難過了 更心疼了 如果今天 吉塞爾死在那邊 然後大家 笑得很開心 那 那再怎麼樣我們感受不到啊 就是 所以換言之 呃 在前面我們村姑村婦們 貴族來了 然後大家在那邊 嘻嘻嘻哈 那都沒有問題 可是等到吉塞爾 呃 他的戀情被揭穿 他開始在痛苦的時候 慢慢的要把那個氣氛 嚴肅起來 盡可能的不要再排練場 在那個時候 尤其在排吉塞爾封掉那一段 不然他真的快瘋了 笑 那一段盡量要留一些空間給他 有些事情是你們本人做得很好的 就像是呼吸這件事情 呃 有的演員就會這樣 啊 可是你不用做這個 你只要 就會有震驚的感覺了 因為 因為 你只要吸口吸 就會有害怕的感覺了 所以其實你不用真的一定要 嗯 不用 你只要 就可以了 那 那這些事情 呃 我們慢慢 慢慢再 慢慢慢慢磨慢慢磨 然後 然後 呃 不用 不用 去做 呃 吉塞爾那一段 不用 不用特別去做 哎呀他好可憐喔 或是什麼什麼的 你要真的對這個角色 有感情 你要真的對他們的這段戲 有 有 有感受 然後 那你 你做出來的反應 或者是 你看到的 才會是真的 你今天很愛吉塞爾 所以你看到 呃 你殺得好好姐妹 你看到他被渣男拋棄 你可能是生氣多過 多過於難過 所以其實 大家要想一想 你跟 這個 你主角的關係 因為 唯有這樣 這個戲才會好看 齁 好 然後 我們慢慢 來 來修 呃 大致上 群戲的 問題大概是 這個 可是這還很粗階的 事情 好 那 如果有任何 其他的問題 呃 都可以在排練場 你可以偷把我抓過去問 齁 好 然後我們講一個技術層面上的事情 這個都很好解決 只要你有被安排 你要拿椅子 拿桌子 拿什麼話歌的 你要很清楚知道 呃 這個是 呃 有角色Cue我來嗎 那我 我來搬 還是這個其實是 因為我們舞台上 在 主要還是在跳舞嘛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要偷一點 要讓舞台可以可以 可以 呃展現 集賽很美妙的舞姿的時候 那你就要知道 這裡有可能是低調的要收 這些 什麼時候 椅子要進什麼時候 桌子要進什麼時候 東西要進 有負責到的 表演者 你都要 清清楚楚 齁 那 那 就這樣 然後 所有的群細演員 可能要再回去 要再思考一下 呃 我們右下舞台是集賽爾的家 呃 上舞台那邊 就是要離開這個村莊的地方 所以這個空間上面的 這個質地要很清楚 然後旁邊也是 是別人家嘛 之類的 那 不要把它做成 好像整片 東中 都是 都是那個 都是村莊 所以 你們要目送 貴族離開的時候 你就不會踏出村莊的門口 或者是 你們 呃在那邊 呃 在那邊 呃 在那邊想要看貴族來的 的這些事情 他都會 他都還是會在這一個 空間裡面講 齁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 再 聯絡我 love you bye